大家好,我是DataSoul巨君 今集我們去到夏山站的KK-1 我會在這裡玩半天 KK-1的商場都幾不錯 外觀就好漂亮 而且裏面有很多網紅餐廳 再加上這個商場直駁了夏山站 它和B出口無縫銜接 走過一條隧道就來到商場 交通非常方便 我們在11點鬆一點來到商場 第一站我們先去吃點東西 我找了KK-1的新白露 這間餐廳性格比不錯 而且裝修得好漂亮 現在我們去試試 新白露在商場北區四樓 我大約11點4進入餐廳 當時我是第一個客人 不過我進來沒有了之後 又多了幾台客人 其實可以任坐 不過很多人都選了這邊 因為這邊有窗口位 但是景觀就不一般 新白露的裝修我覺得都很漂亮 周圍的環境都很不錯 甚至乎可以用來打卡 幾年前我們來過 當時的感覺就非常好 價錢便宜而且環境很漂亮 幾年後的環境一樣漂亮 不過價錢就沒有錢那麼便宜 補充一下 新白露吃了杭州菜 另外想不到幾年後 也有網友記得這間餐廳 還有這間餐廳的服務相當不錯 工作人員的態度很好 他看到我拍攝都會積極配合 今次我就試他的工作日商人套餐 價錢142元 開始使用時間由星期一至五 上午10點半至2點 4點半至9點 套餐包含茶鱷肉 然後是烤爐魚 和米碟菜心 白飯有兩碗 然後還有兩杯凍飲 餐廳的茶具都很漂亮 有它自己的標誌 我就買了雙人餐 但還要另外給茶位 而且一茶位就10元位 這個人餐有三個菜 選擇比較少 不過每個菜都幾大份 兩個人應該夠吃 先看這個醬蝦葫蘆魚 正價52元 都不貴 原本有一張石紙包著魚 下面有鐵板上 然後上菜的時候 工作人員先打開一張石紙 所以那時候就出煙了 這條鱷魚 都會有這麼大條 這條鱷魚上面 鋪了很多芝麻 魚皮炸過 所以脆脆的 水質味道幾濃 魚肉質地結構幾好 而且這條魚就不太多骨 所以這條醬蝦活蘆魚 我覺得質素幾好 52元就吃一個 這碟就是辣椒爆炒牛肉 正價是58元 以人餐來說 份量算多 另外底座很大 下面有個火座著 而且這個火的造型會誇張些 因為它下面有很多汁 所以我們吃之前先拌一拌 這味道可能很辣 因為加了很多辣椒 看到這麼多辣椒 真的有些害怕 另外它的牛肉是比較碎的 而它的汁是不錯的 我又吃了少許辣椒 對我來說比較辣 但是還可以接受 可能再吃多一點就受不了 另外牛肉比較硬 不過它切得很碎 所以問題就不算很大 第三個菜也是最後一個菜 就是白灼粉菇菜心 價錢是22元 雖然22元 但是很大碟 這碟東西值得吃 這碟菜下面也有個火座著 不過這個火就簡單一點 這碟菜的汁比較多些 跟牛肉相反 菜心很長 吃的時候也不太方便 吃的時候比較麻煩 但是這個菜吃起來挺甜的 再加上它的蠔油汁 所以味道也挺好的 不過它也有些問題 就是菜比較硬些 當然也會比較油膩 旁邊有少量海鮮菇和蠔椅 蠔菇浸在醬汁比較久 我覺得味道比菜更好吃 不過份量真的太少 木耳份量差不多 都是比較少 而木耳很爽 所以也好吃 套餐跟兩碗飯 我只要一碗 這碗飯不是很大碗 牛肉比較辣 所以必須要吃一碗飯 飲品有兩瓶冰吉茶 份量幾多下 至於它味道都幾酸下 所以喝完之後都幾開胃 因為新白露生意很好 裡面就爆破 環境比較吵 所以就出來再講 它的套餐價錢有142元 另外還有4元茶位 份量真的很多 兩個人夠吃的 另外一條魚質素就很不錯 但這個價格來說始終比較高些 我覺得新白露以前的性格比就好很多 現在就比較普通 不過它的環境和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都很好 試完了760 現在去逛商場 KKMORE應該很多人都走過 KK1跟它是同一個集團 我現在KK1就是KKMORE的威力加強版 KK1的商場就會大很多 而且設計都漂亮很多 變化上也多很多 KK1的商場設計比較活潑 商場裏面有很多弧位 就不是一個長方形 商場就分為兩個區 南區、北區 一般來說我們就去北區 北區就負一樓至四樓 大約有五層 不過我見到四樓的餐廳 有了電梯再上一層 今天就是平下午 人樓就不算多 但也不會說沒有人 KK1有一個很大好處 就是裏面有很多網紅餐廳 我們之前介紹過經濟漿都有 另外還有廢大廚三千這些 老麻雀以前也有介紹過 不過就不是這間分店 喜茶、內酌之茶當然有 餐廳通常就放在商場的最高層和最底層 KK1就分得比較雲純些 基本上層層都有餐廳 你站一接包進來就是負一樓 這裡的餐廳就比較大眾化 不過通常就是這些餐廳才是最好生意的 壽司廊都是這一層的 這一層還有一間小米之家 面積就分上一帶 但商場就沒有一間很大的書店 這間書店就比較小些 顏值也不差 但近幾年就沒有大變化 有些可惜就是戲院就未開 以前當然有戲院不過就做不住了 這邊的南區面積就比較小些 而且只去到二樓 南區只有三層 店舖數目就少很多 這邊很多同裝店 應該是專門做小朋友生意的 還有還有一間海底撈 南區還有一間店都可以 近期就比較少見的區分店 今集來了KK1玩了半天 希望日後可以再去多些其他地方 今集就介紹到這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企劣坊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